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我脱口袖的三颗巨头 就能看到我们三个同框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真的很难有相机 能同时把这三颗大脑袋拍进去 就别人的领导 都是让下属头大 只有成哥带大家一起大 最近啊 也是确实稍微有了一点小名气 现在路上都有粉丝认出我了 但每次粉丝和我合照 都非常的客气 跟我说是志愿老师 我每言一下你不介意吧 真的 我说我不介意 只要它有用的话 真的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姑娘 就把瘦脸拉满 大眼特效拉满 磨皮调到全板 最后还在那摇摇头 怎么没有用呢 我真的我有点弄大闷 我说这会不会是相机没识别出来 这是一张人脸呀 当时我就给姑娘说 我说姑娘 你应该换一个OPPO Reno7 AI美颜美妆 原相机直出不用批 你能拍出个漂亮的人像 我拍得像个人吧 而且我最近工作网 每天晚上女朋友都要 跟我要一个自拍照 查 确实有点甜了 有点甜了 真的就查岗 就每天要自拍照查岗 我都是纳闷 我说你别说我这个人品了 就说我这个长相 还不够给你安全感的吗 真的有时候太忙了 我都是关灯之后 躺下之后 我才想起来 哎呀还没拍照 拿起手机咔咔就是两张微笑自拍 拍完之后 只有两排结巴的獠牙 闪着寒光 我女朋友看完之后 一下子又找到了 心跳加速的感觉 我女朋友跟我说说 我只是想安心的睡去 不是想安息的睡去 然后我女朋友跟我说说 我给你换一个OPPO Reno7吧 前置超感光 猫眼镜头 不开灯 拍也清晰好看 有了这个手机之后 我天天晚上就给女朋友发自拍 现在没有我的微笑 她根本睡不着 像我那种羞于发自拍的 还是少说 有些男生为了炫耀 会发很多自拍 不是赛车 就是赛肌肉 完全不考虑观众的感受 我看到这些发自拍男生 我都在想 你怎么这么能赛 你上辈子是个海带吗 就是现在我发现 女生之间 拍照内卷有点严重了 我毕业典礼的时候 拍了很多毕业照 于是乎班里 姑娘们在 同学圈里开始了 批图大赛 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有些姑娘 批图的时候 确实会顺便 把我批帅一点 但是也有懒的 直接就把我有我的部分 卡掉 卡不掉的 有的还打上马赛克 有一张照片 我只是远远的出镜了 结果那个姑娘 直接拿了一张打霉 给我挡住了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我说这是对我 虽远必诛 虽然我是不太在乎拍照 但是我女朋友 对于拍照 真的是十分讲究 每次逛街 最少要拍个几百张 才罢休 真的除了摆拍 她还让我给她抓牌 抓牌她生活中 不经意的美 关键是我只要拿出手机 她就变得特别刻意 仿佛在用肢体语言 她给我说 啊 来抓我呀 就 每一张岁月静好的照片 后面都有一段 心酸的拍摄经历 我和我女朋友出去 都要拍很多照片 一个地方翻来覆去拍 逼着我找角度 找光线 上次租了套衣服 去故宫玩 出来我一手 拍了七百二十九张照片 就什么概念 就慈禧一辈子 才拍了这么多照片 真的光是一个 这个回眸一笑 拍了三十多张 真的最后让我停 不是说角度光线 她满意了 是扭得太多 脖子扭了 但扭完之后 她也没闲着说 快 继续给我拍 真的还有一次 我俩正在公园拍照了 遇到一个小姑娘 在河边喂鱼 看起来岁月静好 十分开心 我跟我女朋友说 我说咱能不能学学人家 别每天光拍照 享受一下 这个生活的乐趣 我话音未落 那姑娘一抬头说 亲爱的 你要是拍好了 就能从书上下来了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志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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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